铁皮屋民宅里大量浓烟不断窜出 现场雾蒙蒙一片 消防队立刻拉水线灌旧 还好火势及时控制 但铁皮屋内的家具和回收物品 也被大火烧个精光 台东市区这间铁皮屋中午突然窜息火苗 邻居立刻报案 不料屋主却说有脏东西 要大家别靠近 甚至拒绝出屋子 被邻居强行驾出 警校在救火时 他不但没帮忙 还在一旁替小货车的轮胎灌气 诡异行径让邻居都看傻了眼 屋主太太很无奈地说 丈夫一是有妄想症 整天一生一跪的 我还拿到手机烫 我拿到手机烫 第一个要问那 在哪里做什么 我说拿到手机烫是要做什么 她说没有没有 每次都想说一半间有鬼了 现场遗留一把瓦斯点火器 消防员怀疑和火灾有关 至于是不是正是屋主放的火 还要进一步的厘清 东段新闻综合报导